我叫大家坐下 我们是顺德有名的冬瓜中途 首先 我们将冬瓜腰段最漂亮的地方 切成大段 记得这个窗户 一定要在锅盖上蓋得到的 就将一面 两面斜多这样 改成一个花样 另一面呢 我们就改成它 好像龟背那样 接着呢 用一个厨房 将内面的锅和滑 全部刮出来 你看看 几年 改好之后 我们烧热一只锅 将冬瓜 龟背里面 就放在锅里 热热的 等下冬瓜 在锅里贴了 等下里面的烤鱼就会滲出 热的 记得受盲复 热透的冬瓜 贴锅了 我们就 内外 加点水 冬瓜里面的 就加3分1水 我们开始加软材料 加点鸡 猪子肉 这样 浸好的配料 腰柱 趁神 鸡 链子 冬瓜 松菜花 羊肚菌 松茸菇 白鸭 薑 还有果皮 如果内面不够的 我们就继续加点山串水 加一碗 最后 加点花都快 蓋锅 煮熟后 收慢的火 煮熟 过半钟 中途 如果锅不够水 可以加点滚 过半钟 哇 你看看 多清香 是不是很美味 喝的时候 加適量的盐 再将火灯 浸上冬瓜肉 上面 再加点 叶香花 更加烈 这个 就是我们纯德 最流行的 冬瓜中途 的做法 在家里 都可以做到 清香美味 清香 清香